大家好,欢迎收看别之电影 今天要为大家介绍一部美国的惊悚悬疑电影 叫《没有青春的青春》 讲述了一个老人被雷击中后返老还童的故事 年近70的语言学教授多米尼克 一直在写一本关于语言学的书 他意识到自己到死前能完成不了 复活节那天,他在罗马尼亚被雷劈中 本该当场死掉,但他竟然神奇地活了下来 并且长出了一副新的牙齿 大家都觉得不可思议 他成了有趣的病例 有关他的故事出现在各大包张的头条 多米尼克告诉主治医生罗曼 他去罗马尼亚其实是想自杀 他请求罗曼医生帮他伪造身份 十周后,多米尼克竟然完全恢复 并且身体状态显示只有35岁 据推测,是因为大量电流击中了他 重新激活了他的身体 而且增益了他的智能 但这种电击也造成了新的人格的出现 也就是说,他拥有了双重人格 限制了他能毫不费力地运用多种语言 他成了最有价值的人类标本 世界的所有医学院都希望研究他 纳粗的党羽里有一个鲁道夫医生 他相信通过100万伏特以上的电击 能使人体产生强烈的变异 而希特勒本人也对多米尼克的案例非常感兴趣 为了防止多米尼克被希特勒绑架去研究 罗曼医生把他送去瑞士 他在瑞士流亡的这几年 到处战火四起 他用各种名字生存下去 他尽量表现得像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一样 继续完成他的书 查找记录语言的起源与人类的认知 战争过去后 在一次登商中 一名叫维尼罗卡的姑娘向多米尼克问路 以为维罗尼卡长得和死去的前女友劳拉一模一样 多米尼克对维罗尼卡一见钟情 甚至告诉了维罗尼卡自己的真名 后来发生暴风雨 维罗尼卡失踪 然后在伤怒里被发现 嘴里说着反语 他因惊吓过度 失去了记忆 认为自己生活在至今1400年前的印度东北部 相关人士查明他说反语的时候 是变成了以前时代的一个人 鲁皮尼 这明显是轮回现象 这件事出来以后 维罗尼卡被很多媒体跟拍 报道 多米尼克带他逃到了海边度假 他们都对彼此有爱意 一天晚上相拥着躺在床上的时候 维罗尼卡又变成以前的人 说了更古老的语言 埃及语 之后他说的每一种语言都比之前的更古老 越来越接近人类牙牙学语的年代 这种灵魂错位的兴奋状态 已经快要把他的精力耗尽 他越来越衰老 这是对语言研究来的好事 因为等他说出人类的最原始语言 多米尼克就可以完成他的毕生著作了 但多米尼克不忍心这样下去 如果维罗尼卡继续和他待在一起 很快就会老死过去 只要他离开他 他就会像以前一样青春靓丽 于是他坚持离开了维罗尼卡 多米尼克回了家乡 尼延特 他意识到 他和维罗尼卡身上一系列的变印 都是核塞纳引起的 核仗争会导致人类和人类所创造的文明全体负面 但他的另一个人格却不以为然 多米尼克愤怒地砸碎了面前的镜子 第二种人格消失了 接着他和他以前的老朋友们在咖啡馆见面 他以为自己一直在梦中 但朋友们都说不是梦 就在那短短的几分钟 多米尼克又变成了白发苍苍的老人 刚走出咖啡馆就掉关了牙齿 最后死在雪地中 多米尼克毕生的梦想 就是完成那本著作 但在最后的关键时刻 他放弃了 因为他不忍心看心爱的人衰老 而维罗尼卡宁愿衰老 也不想和多米尼克分开 令人为之动容 好了 今天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不见不散